花莲县政府在吉安湘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举办了2022爱恋花莲在吉安的建走活动 下午3点不到活动会场就涌进数千名热情相亲 现场徐正位亲自到场向民众们问候致意 场面非常的欢乐 花莲县政府下午在吉安湘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举办2022爱恋花莲吉安建走活动 现场徐正位表示花莲朝向健康城市目标迈进 为了鼓励民众多运动 县府每年举办6个场次的建走活动 这次特别规划只要参加4场以上建走的民众 即可参加抽奖活动 而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是多元老少爺的好地方 期盼民众平日多多西家带眷 前往芝卡轩享受森林疗愈开心的活 花莲是一个健康的城市 尤其是我们这几年无论是109年办了全民运 111年办了全中运 花莲县的运动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因为平常我们都爱运动 花莲是一个运动的城市 所以在这里花莲县政府每一年举办一共6场的建走 只要参加到4场 我们就可以累积参加4场 可以抽我们的电动摩托车 那今年今天我们也准备了相当多的摩采品 当然大家不是冲着摩采品而来 大家是为了亲子健康走一走来到花莲之卡轩 所以祝大家健康快乐 民族元月响应下载承证部同意发票对讲 以及APP捐发票欠爱新作公益的活动 当日公募的1万本纸本发票 以及3000多张云端的发票 将全数转正花莲县线社会福利公益团体 让相亲爱情无限延伸 也为活动画下完美的据点 请 research och看